你好 我就把這個姐妹 介紹給我喜歡的那個男生認識 她也 這個姐妹也知道 你暗戀的這個男生很久了 對 然後隔 這件事情結束了 隔兩天之後 我在外面跟其他的朋友吃飯 然後這個男生突然訊息我說 我跟那個某某某在吃飯 我一聽我整個人就是 從腳底這樣發麻到頭頂 他跟我的那個好朋友 約出去吃飯 而且是男生告訴我的 我竟然完全不知情 而且你們才認識 那麼一次的聚會而已 我就在當下一直發抖 然後我就抖到我整個 就一直掉眼淚 沒有想過我的朋友會這樣子做 我隔天眼鏡一張開 第一件事就是 你傷的不是心是 那是心靈啊 麒培姐 歡迎光臨街的女人我最大 今天的主題就是 妳知道 有些人就特別的熱心 妳知道嗎 很愛幫忙 妳叫她喬事情 馬上亦不容時 兩肋插刀 到底是那雞婆呢 還是真的妳知道 就很白舞 對 最后呢 有来一身心 对 然后怎么会这样子呢 自找麻烦的星座 是这样吗 当然 今天来的来宾都是值得交 一辈子的好朋友 什么都会交 是的 因为他们牺牲了自己 照亮了别人 他们成为白目 而我们安全无余 好伟道 对啊 所以很多 很多的忙 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 我们到底是什么忙 可以帮什么忙不能帮 还有一种人是你知道 他拒绝不了的 那种 那种大好人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我听了你们的故事 我就讲说 天哪 好像是我们天蝎 特别冷是不是 特别冷 冷酷 还是我们被伤 理智 我们比较聪明啦 我们比较聪明啦 或许啦 还有我们真的 已经被伤到一个 缺乱的 是 会怕 会怕了 对 然后现在在看他们的故事 就会 你知道 替他们担心 是 替他们心疼 对 先来直觉一下 大家 不要想太多 好 就直觉测验 对 直觉测验 不用脑子的 好不好 我们都没有用过脑子 直觉 对 就是没有用脑子 就是他们的强项 就强项就是 小玲的意思是 你们其实没有脑子 对吧 也不知道 有 就算有 也不知道如何使用 有的话就不会来 算这个痛 对 真的 好 各位 我相信在这个时序 已经进入秋天以后呢 我们就发现身边所有的人 都在闹分手 都在吵架 都在搞分手 所以来 这一题很靠近我们 朋友在闹分手 你直觉 你只听到 我闹 我跟他分手了 好 你直觉原因是什么 好 一 他们是大吵一架 忽然就分了 所以非常的突然 没有前兆 然后可能甚至上个礼拜 你们聚餐的时候 也还好好的 所以吓了一跳 二 已经没有热情 分开一下也好 所以这一对是属于那种 老夫老妻型了 或者是已经开始 你在看电视 我在看手机 然后你也知道 他们这样很久 也不说话了 只传 只传Messenger或短信的那一种 明明就在对面还用LINE 对 还是因为公婆坐在中间 有些秘密不能讲 对 所以他们就觉得 分开算了 试试看 三 脚踏两条船的是曝光 所以他们分手了 所以来诉苦的那个人 很可能是别人踏了他的船 就是脚踏两条船 他很痛苦 或者是他自己脚踏两条船 他跟你说完蛋了 我被发现了 分勺 对 还有四 原来是女生要长期北漂 或男生都可以 就是说这个人要去出国也好 或者是要北漂 要找机会 对 而且这一待可能是半年 一年 两年 所以他们两个商量之下 觉得算了 因为我另外一边 可能有传宗接待的压力 有要生小孩的压力 很立志的讲 对 理智的分手 来 请问你的朋友是哪一种行 请直觉 最近朋友登到分手 原因是什么呢 简易直觉作答 选好距离堂老师的公布答案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题目 就跟我们的主题有关系了 你的骨道热肠指数 还剩多少呢 还剩多少 我没了 真的 还剩多少 应该说 来我们节目的 都是以骨道热肠过度著称 对 对 但我们现在要看看 你还剩多少 好 那我们来看看没人选的 没人选的 已经没有热情分开一下也好 如果观众朋友 你选这一条 你的骨道热肠指数 还是破表 我本来 恭喜现场的人 因为没有选 还要选 好好 所以说真的啦 你这个破表会把自己累死 真的 因为你就是别人心目中的 李长伯 对 李长伯还有钱可以领耶 真的 说的也是 对喔 聪明一点好吗 你是没有钱领的 而且大家大小是 会慢慢养成一种习惯 就是来依赖你 然后你也 会管他 我不知道是享受 依赖养成习惯 好恐怖喔 对啊 重点是这个人不觉得恐怖啊 因为我们会变成被责任 你知道吗 对 就他一来我们就觉得 还是我的责任 可是自己已经变得要死 很怕电话响 对 尤其是半夜 自己都已经辛苦得要死了 对 还要扛着 转接到消防队之类的 天啊 消防队那边直接接 那你要先听谁的故事 那就小柔先咯 小柔跟那个 最多人选的 对 小柔你先说 我的故事啊 其实我 这个事件呢 就是近期对我影响最大的 然后我被我老公骂死了 因为呢 我这个朋友其实也很近 然后很久没有碰面 然后大家就那一天 刚好好不容易约到一个局 就大家可以一起吃饭这样 然后他就很开心啊 可他从头到尾就是愁眉苦脸 然后就是都闷闷不乐 那我就心心想说 要不要按这个铃 你知道你按下去 他就开始讲了嘛 那你 就是我一直撐 一直撐 一直撐 我想好 不要 不要按 不要按 因为你有家庭的 你不能按 你有三个小孩 我就按了 合抱 合抱 对 然后按下去 不按还好 你按下去就开始 他故事就开始倒出来了嘛 反正他就跟你讲说 本来他要去看那一场演唱会 那一场演唱会 对他们的意义有多大 然后这一场演唱会 其实已经过了那个预购的时间 什么有的没的 这个票基本上已经抢不到了 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 就是连最后要回忆这件事情 都没有办法 那我的个性是一定马上问嘛 那我问这种 而且他那个票其实真的很难 因为是个国际巨星 那我想的时候 当然就是先问身边的朋友 问了一轮 第一轮居然全部都说不行 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要不到耶 然后他就这样 没有 关心 我 我觉得这就是注定的 我今天说的这件事情就是注定 我没关心就 我就难过就好了 然后我就想 我看着他这样哭 我就觉得很舍不得啊 然后想说好 然后他就哭了 然后我就说好 那我回家再帮你想想 那我就回家想了几个人 后来真的被我敲到了 然后呢 我敲到我当然很开心啊 我就马上先怀抱 小婷姐 我敲到了 耶 然后他就跟你讲说 可是 我可能不止两张票了 然后我想 怎么那么好意思啊 对 要不然对方家属吗 好 总共是七张票 然后他要的票 他要的票价是八千八的 那我就 每一张八千八 对对对 八千八的 然后我就说 我说我再试试看好了 那我就问 那刚好 我这个朋友跟我讲说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票可以给你 可是这个票如果真的试出的话 是你本人要看吗 还是 因为他一定要先问你嘛 我就说 但我不敢撒谎啊 这种东西 我就说不是 是我一个很不错的朋友 那他真的很不舒服 那我很希望帮这个忙 那如果你可以帮我的话 他说黄晓柔 你帮我一定会帮你 只是这个票你不能流出去哦 他说你这个流出去 他会被定很惨 那我就说好 我答应你不会流出去 然后后来呢 就全部都定好了 那八万八七张票 我总共是七万 六万嘛 大概六万嘛 七万多 八千八 八千八 然后总共是七万多 然后我跟我这个朋友讲 我朋友就说好好好 然后我就心 他说好好好 就也没有说他什么时候会 那我的个性就想说 我已经叫人家帮忙了 我们不能直接拿点啦 所以我就先把这个钱给垫了 真的 然后垫完了之后呢 我这个朋友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然后我打电话给他 他也都没有接 然后后来快到 演唱会前一个礼包 我想说应该要出现了吧 怎么都还没 人都没有出现 我就打给他 我打电话我就说 你那个七张票的钱 你什么时候要汇给我啊 我说时间过那么久了 然后他的口气 口气喔 觉得是那种 好啦好啦 我知道啦 好啦 算我衰啦 我说什么啊 我说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算你衰 他说没有啊 本来我就想说七张票啊 然后后来最后只剩两张啊 就我跟我朋友要去啊 其他那五个人就不去了啊 那我就想 我就头皮发嘛 我就说 可是你这个票已经订了耶 对啊 然后后来他才这种 吱吱吱吱的才讲说 那不能把它卖掉吗 我说不能卖啊 要卖也是你卖啊 不是 不可以留出去 因为特留的 对 他是特留 他不能卖 那你卖出去的话 那我不就二百五 人家会想说 黄晓琳你买票来变卖 对 这种话传出去难听死了 我就跟他讲说 那个演唱会是这样 八千八的票有炒到三万块 对 对对对对 那个已经炒 已经double好几倍了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你千万不能卖 然后他就 就是反正他很不情愿 就把这七张票给吸收了 钱也给你了 然后钱 反正也过两三天才会进来 那我也想说那就算了 后来演唱会结束没多久 我接到我这一个演唱会 帮我乔票的朋友的票 他说 黄晓柔 我不是告诉你说 你的票不要卖吗 我说傻眼 我说什么意思啊 不是啊 你是白痴吗 你要卖票你怎么会在脸书上卖 我说什么意思啊 他说因为他们的 就是他们有序号 对 有序号 他可以追踪到 对 然后他们就发现 就有人检举嘛 就检举说为什么有人可以卖他的票 然后后来他的老板就直接跟全公司的讲 但他那家公司是很大的演唱会的票的那个 主办单位 你变黑名单 他就是跟他讲说 只要黄晓柔以后要票全部锁起来 我就这样子无缘无故就被变成黑名单 然后我这 OK啊 像了了一件事了 对啦 对啦 换一个方向 不是 我老公是直接先骂我说 你为什么要去帮他乔票 然后再来 他说 你把你自己的名义放到上面 然后你被禁止了 那你自己要 你又要不到了 以后 对 然后他就说 但是也有好事啊 那你以后就不用再替别人瞧了 他就这样跟我讲 摩羯 对 我真的前阵子啊 才发生了一件事也让我很不可思议 就是我以为我的人生当中不会有这种 就是关于朋友之间的背叛的故事在我身上 然后我前阵子不是有一段时间没有来这边 然后我一回来呢 大家都说 你瘦了 然后你怎么样什么 然后其实我都不太敢讲 是因为我发生了一件 让我身心灵都受痛的事情 什么 这么严重 因为我平常也真的就是 就是像我身边哥哥姐姐都会说 你又不是蜘蛛人 为什么要 就能力越大 责任越重 我们很喜欢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拦 只要人家要 我觉得你敢开口 我就敢帮你 可是通常你帮了以后 遇到那些不要脸的人 你其实你也不能对他怎么样 你只能自己承受啊 然后我前阵子我有一个 不住在台北的朋友 然后他因为年纪到了 他也非常想交男朋友 但是心灵姐你也知道 我也很想交 对 我明明就是也是一直很需要的人 但我想说算了 我自己没有遇到 我还是可以介绍其他人给他嘛 然后我就 他就说他有指定就特别想要交男生的 就异性朋友 他说那佩姐你带我出去玩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我就都连续一个礼拜 然后每天他要出去 他只要我工作完 他就说那你今天有没有局啊 我说好 然后我就一直在敲局 你知道吗 然后我在旁边就是就是陪着他们 就很像没人婆 然后我想说 就是资源共享的概念 这是什么样的 好朋友 这些人真的有朋友 我就想说又没差 反正不喜欢我的就是喜欢他或什么 对啦 不抢身啊 不抢身啊 不一样的行吗 促成一位 促成一位 对 不是 一家亲不是乱搞那样 然后我就有一天 就是我的一个群组里的姐妹都知道 就是就是我很喜欢一个男生 然后也喜欢了一阵子一直没下文 然后我那天就说怎么办怎么办 这男生就是要出现了 对 他回来了 要出现了 然后我就说 你们要不要帮我看一下 因为我看人其实不是太准 然后我就说请大家来当那个军师智囊 鉴赏就对了啦 然后这姐妹一起就觉得说 哎 不错 那我刚刚说介绍男生给的那个姐妹是 新加入的新鞋就对了 然后我们就一起又一起出去 然后我就把这个姐妹介绍给我喜欢的那个男生认识 她也 这个姐妹也知道你暗恋的这个男生很久了 对 这整个群组的姐妹都超级明白的 就是我很喜欢这个男生 那这件事情结束了隔两天之后呢 我在外面跟其他的朋友吃饭 然后这个男生突然讯息我说 他说 哎 你在干嘛 我就说 我在吃饭啊 然后我也很开心 我是不是前两天有互动 所以他找我 或者是中了对不对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终于有下文了 就是等很久 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出招是好的 然后我就觉得借友朋友不错 就他说 我跟那个某某某在吃饭 我一听我整个人就是从脚底这样发麻到头顶 他跟我的那个好朋友约出去吃饭 而且是男生告诉我的 我竟然完全不知情 而且你们才认识那么一次的聚会而已 我觉得很没有道理 然后我就一直当下 我听到之后我就说 好好好 他就问我要不要去 那我想说我还没有办法理解 这个男生为什么告诉我这件事 我第一个想的是 这个女生怎么不告诉我 因为我不晓得该怎么办 我就在当下一直发抖 然后我就抖到我整个 就是一直掉眼泪 然后我朋友在旁边说 他说你怎么了 我说我现在不知道我脑子好混乱 我该怎么想 空掉 去 我的朋友 一定要去 对 他也是叫我去 可是他说你去 但你不能那么丢脸的去 因为我一直在发抖 我真的是那种抖到我也不晓得 为什么我讲话都一直 要是我会继续抖 续抖 你继续抖 怎么会是他 没有约我 可是这样很不冷静 就很不像 他另外一种表演法 夸张表演 不然就是趁机讲说 你不知道我会去婚姻 没有 我宣纳 你比较老一点 我真的就蒙住了 然后我朋友就说 你就是把他现在去厕所 把自己整理好 他说我们就去 而且你不要跟这个男生讲 也不要跟这个女生讲 他说我不要回 因为我当下没有回复他们 然后我就说好好好 我就尽量冷静下来 然后我就一直在捏自己大腿 不能再抖了 然后我就跟这个女生 另外一个姐妹就去了现场 我一去 她们两个脸超尴尬的 而且是那种 觉得好像做错事 对 然后男生就先借顾 然后男生就说 就是说先离开 说他朋友在旁边包箱 就先过去 然后女生就看 颤着我这样两眼之后 她就说 我朋友在旁边看电影什么 我等一下要去 然后我就说 我还蛮讶异 你今天会来的 我最后只讲了这样 然后她就笑一笑 她就走了 然后走了之后 我就转头看我那个姐妹 我说 我刚好怎样说了不该说 她说没有 你做得很好 她说好 那现在就是换我们走 我说好 然后我一要出去 就遇到那个男生 然后那个男生就是 当然就还是大气的时候 要走这么快 要抱一下 要抱一下 然后出去门口 我就找个巷子 就开始大哭 又哭 对 因为我觉得 就是我看到的一切 都太不真实了 我没有想过 我的朋友会这样子做 然后我后来想说 不行我要回家睡觉 我就隔天 我一睡醒 我睡前还传了一个讯息 在我的姐妹群租里 我觉得我传这个讯息 有点心态不好 是我想要让全部的人知道 为什么我不会再 我再也不会再出现了 然后我就说 我就打某某某 你今天其实让我觉得 蛮不礼貌的 我觉得交朋友的道义 还是要有 可能这件事情 对你来讲没什么 但对我来讲伤害是很大的 因为我觉得 如果是我 我一定会知会我的朋友说 那谁约我 所以我就说 暂时的 我不会想要在 这个群组里面 让大家尴尬 我就说我要退出 然后 然后他们就很高兴 我也不知道 然后隔天 我当然要接到 一堆电话跟讯息 但我真的没有心情看 我隔天眼睛一张开的 第一件事就是 我全身就跟瘫痪一样 我就躺 躺得我眼睛一张开 我想说 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起来 好可怕 然后我就想说 那巷子有鬼 我压床 我还在想是我前一天 抖 抖的 抖的太厉害吗 你说太伤心 我的腰整个没有办法 坐起来 自主神经失调 好可怜 然后我在想说 她这个瘦壮很深 对 我在想 所以你伤得不是心意 是腰 你伤得要一腰 就伸心灵 伸心灵 许美姐 你真的很烦 我要故意抓 你错重点 真的 被伤到腰 这种事 然后我就第一时间 就是打给我的经纪人 请他来救我 因为我没有办法动 我也不知道怎么下床 然后我躺在那个 医院的那个床上的时候 我还在想说 到底是有什么事 可以让我 变成这样 对 因为我没有想过 我可能当下很伤心 但是我不觉得 我会到身体都受影响 然后我连续 大概有两个礼拜 都没办法工作 然后我在休息的 复健这段过程当中 我的其他男生朋友 都是我介绍给那个女生过 都陆续传讯息过来给我 就跟我说 这个女生都有 就是持续跟我们联络 只是你都没 他们都说 只是你怎么都没出现 我说我受伤了 然后他就说 其实我们想告诉你 其中一天 他有约我们出来的时候 他真的很伤心 你就这样引起他了 他说他在他们面前 吃饭的时候 他说他就哭了 他说他觉得 他说我只是想帮他 然后我也真的觉得 好奇怪 这个朋友就是 你都没有来跟我解释 可是你平平在 交给他们看 对 这些人解释 然后又哭又怎么样 然后我接收到的又是 我所有介绍给你的男生朋友 都跟我说 我怎么没出现 他都有出现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 天啊 这个他的面具 实在戴得太完整了 要不然就我太笨 你太笨 真的看不出来 你太笨 可是你不是笨 我觉得佩姐只是 我们这种人把男女关系 跟朋友关系看得太清楚了 对 主观观点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六个就坐这边 好啦 好啦 其实我现在身体好了 你现在可以站了吧 可以站了 你可以走了吧 他刚刚自己走上楼梯 对 我有见证 你刚刚可以走上楼梯 每一站就要马蜜推出去 对 你也知道我们这个行业 找工作人员最怕粉丝 对 她说她是大粉丝 那时候只有MSN 还没有什么那个 她一直去跟 不是跟人家的宣传跟经纪 她是跟艺人本人要MSN 我的天啊 可是因为 她画的代表是执行企划 好笑 对于艺人来说你是大主管 不能不给 一定给 给了以后她就开始就是问 人家说你吃饭了吗 什么什么这之类的 扰扰 我现在有说 还有小鱼姐 因为我觉得这样 因为我们这种真的是 非常古道热场的 但是问题是真的要看事情 我刚刚我那一次是什么 那一次是 因为以前我们常做工地秀 对不对 工地秀就是大家这样跑场 那你每一场要接得很近 那有的时候 会造成如果万一下雨的话 怎么办 取消 是不是 对 所以说你要联络得非常清楚 所以有一次的那个工地秀 在八度我记得 就蛮近的 因为从台北去蛮近的 所以那一天天气就是很 就是那种午后雷震雨那种 然后我就晚上 下午两点的 然后我就打电话去 我说天气好黑 我说如果下雨的话 要不要取消 对 要不要取消 那因为我说因为蛮近的 所以离台北蛮近 所以我们大概一点会出发 那你如果要取消的话 我们联络一下 他说 我说那万一下雨 他说下雨的话 因为我们不是有盖那种样品屋吗 然后那个地方 他说还是会有人 你可以跟那些人拍照 然后签个名 他说还是一样 也合理 也不错 我们就改在室内 那我说你确定 我说如果到了下雨 如果这样我们还是要拿钱 如果没有上台唱的话 然后就去了 去了以后 当天有我 然后还有谢力经 还有江明学 好 我们三个人 然后一去两点还不到 就开始下大暴雨 然后一直下 一直下 然后那我说 这个应该没有办法上台 他没关系 没关系 他等一下搞不好 会停 待会会下一两个小时 可能会停 然后我们就在里面 我跟妳讲 里面 宫地秀里面的那个样品屋 那个这个招待所 接待所里面 天哪 还要连接待人 你这样也要跟他拿钱 你怎么这样 我已经 都不能这样做现实了 不是 因为只有八个人 可是我出门前 你 我就是一点确认 对啊 还带好啊 然后呢 然后还在下猫猫鱼啊 天哪 那我就说 那我们应该要走了吧 八个人啊 现在已经剩两个了吧 都没有人了 然后 我说那要走了 然后那我说那 钱拿来 我说要给钱的 我说那打折 OK 两万块 一个人给两万块 我们就回家了 然后大家拿了钱回家 回来家以后呢 大概有一年 这个人就没在 就是因为他这个是 主办人 因为他到处接场子嘛 都没有打电话给我 可是那个时候 我的厂子蛮多的 所以其实也没什么 你变黑名单了吗 我那时候没感觉 是后来 我知道我变成黑名单是 有一次我跑错厂 跑到他的厂去 其实是在隔壁 因为以前工地太多了 现在是在隔壁 然后跑到这个厂 然后看到他 他看到我 然后他脸很臭 我说干嘛 他不理我 他说 他说 他讲说 自己拿自己的钱 嘴巴闭了 又走着就好了 你还帮别人抬 对 还帮别人要 那我说 这本来就应该的事情嘛 然后因为赶时间 好 算算算算 我说没关系 我说那下次再联络好了 后来呢 之后没多久是 谢力京跟江明学上节目说 你们这辈子最 想要感谢的艺人是谁 最后发了我去 然后我去到现场 我就说 他谢谢你帮他拿那两万块 为什么要感谢我 为什么 我又不知道嘛 然后他就说 因为你帮我们要 争取了这个钱 两万块那时候很大 争取了这个钱 我说没什么嘛 因为我说我五万块 然后我们才两万块嘛 对不对 而且一半都没争取到 我觉得还太少呢 他说不是 小燕姐 江明学说 我才一万块 然后 然后谢力京 谢力京说我才两万块 他们原本的酬劳 他们原本的酬劳 江明学还多拿了 他就还多拿 他就当了拿买的 对 然后就是 真的很值得感谢 难怪那个主办单位会恨你 然后我说好啊 好啊 你们 你们才这么这个钱啊 我就 难怪他这样子 那年都没有教我 都没有教我 所以封杀我 后来我就打电话 去给他道歉 选这一项 我跟你讲 就是能量平衡定律 我现在应该 我们应该是最低分的 是吗 是吗 真的 现在是最低分的 为什么 因为过头了嘛 对 因为他都伤得蛮深的 伤得很重 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了 都变黑名单了 你还想怎样 对 现在要很小心 现在很理性 所以现在已经知道江湖险恶了 知道知道 吃过热心的闷窺 现在不敢轻易出手了 没错 很好 而且这个窺应该很大 因为这些人真的很热心 所以 古道热肠指数 现在只剩三十 各位 就算是他们的三十 应该也是别人的报表 但是还是可以找他们了 真的 先不要了 先不要 海芬 海芬选四 对 我选四 我觉得我们是苦过来的工作人员 到现在变艺人 所以我特别珍惜 跟特别想要帮你是怀才不遇的人 就是说 如果谁你需要工作 或你需要节目上 你需要演戏的角色 我都会立刻帮你签 然后这个案子就是 我觉得也是那种两面不适人 我的朋友 还不是我的同学 我的朋友 他的同学一直找不到工作 请我帮忙 我说当然OK啊 那我同学是A好了 他的朋友 同学是B 然后呢 我说 那你的B的履历拿来我看一下 以我们这个行业来说 其实我们的值等分得非常细 根据能力 我们是从公读生 助理 执行助理 然后再到执行制作 再到执行企划 再到执行制作人 我们每一个关卡跳上去 你问我们的工作人都知道 我们要拼多久 才可以升一个值等 可是当他履历拿来的时候 我觉得写得OK 在他的年纪 其实他是适合我另外 这个制作公司的 执行企划的职缺 而且一进去 其实薪水很高 执行企划很高 而且那个执行企划的 缺的费用 一进去的薪水 我当时也不过才四万出 那是算制作人 他执行企划的缺 因为是制作公司 他一进去是拿到三万九 所以我就说 我就问他要不要试试看 我就当然介绍去 去的时候 我的朋友就跟我讲说 海芬你要不要跟你 那个制作公司的朋友们说一下 我就说什么 他说我觉得我的朋友 我的同学 他那个B 在里面常常被霸凌 我怎么可能 我说我那边的朋友 不是这种人 我那边朋友都是那种 属于那种很直的女生 跟很就是兄弟情的那种 就是来来来 那你不会我帮你是那种 我说不可能欺负他 可是因为我的这个朋友 讲得太真了 他说 他的同学B在那边 常常有点就是 好像人家在他背后 就在茶水间讲他坏话 然后就是 他把这件事情讲得 好像就是 职场霸凌很严重 然后我还 为了这件事 我还去跟我这边的朋友 所以我就说 他 就是我还 我也没有明讲 他们霸凌他 我说如果他有什么问题 不会的话 我们来讨论 说不定我可以教他什么的 然后我以为 我就处理好了 结果发现不是 后来是先发飙的是谁呢 是这个B 他先发飙 他的发飙点是觉得 他觉得 他骂他的朋友说 为什么海玉芬要介绍 这么烂的公司给他 然后又说 他在这个公司 都不被重视 也不被信任 也不被怎么样怎么样 他说他常常让他加班到 半夜两三点 然后不补他车子 然后又说 他因为也必须要跟艺人 归稿 他说那边的艺人 也欺负他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看他没有的意思 他说我是个执行企划 还看我没有 我就觉得 那事情好严重 因为我同学就来 我的朋友就来讲我 说你那边的制作公司 这个同事很烂 那我就说好 那我就鸡婆 因为也是刚好 我去录他们的节目 我就有点点在现场 看了一下这个状况 可是这个逼当天不在现场 然后呢 后来再结束完之后 这边的朋友 塞忍不住说 海玉芬我先跟你说 你介绍的那个 对 如果我要把你这个逼的 这个朋友辞退的话 可能就辞退了 后来我才听 原来真的不是 因为我相信 我这边制作公司 讲的话的原因是因为 每一个细节都太可怕 他说他不被重视 他说我们为什么要重视他 他来挂是执行企划 他来不会剪接 不会写脚本 不会写后置的Q的点 然后也不会写剪接点 甚至连敬畏的问题 他都不知道 我说不可能 他履历这么漂亮 后来我才知道 这个履历里面 比如他制作过什么节目 制作过什么单元 剪过什么片子 他是团体合作 他等于人家是蹭饭 他是蹭节目 就是我有来 比如说 在一个边就算是 我曾经带过郭富城 我下次带杜德伟 可是为什么你带 郭富城只能带两个月 你就跳杜德伟 但是一定有问题 可是他履历其实太好了嘛 再来他说 我这边的朋友说 他是粉丝你知道吗 你也知道我们这个行业 找工作人员最怕粉丝 他说他是大粉丝 他的粉丝呢 只要能够发偶像明星来 他就会主动要求 要做那一集的脚本 然后再来 他是大粉丝的原因 是因为那时候只有MSN 还没有什么那个 他一直去跟 不是跟人家的宣传跟经纪 他是跟艺人本人要MSN 可是因为 他挂的title是执行企划 对于艺人来说 你是大主管 不能不给 一定给 给了以后 他就开始就是问人家说 你吃饭了吗 什么什么这之类的 我心里想说 好丢脸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 连要合照当幕后工作人员 都会有点点不好意思 都会说 欣美姐 如果我跟他合照OK 都会还会问 因为专业还故意不能 对 然后他还会要人家MSN 好 这也就算了 再来呢 他会开始 就是讲一些艺人的坏话 这种坏话就是说 我有跟他说 要叫他戴什么内搭裤 他没戴不是我 可是那艺人说 你从头到尾没有告诉我 这一集我要换衣服 我要怎么戴内搭裤 你根本没有叫我要做 比较曝光的动作 然后所有的人都被他搞毛 连攻读生都被他搞毛 因为他每次讲话都是 他都挑战那种就是 人家三头六面讲清楚 对不对 他不是 就单独对话 我跟你说 可是这个人死无对证 说你根本就没有跟我讲 没有第三者 有 我有讲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跟你说 就还假 就是装一些 就假鬼假拐 装可怜 就太会了 然后最夸张 他必须被fire掉的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每一个 尤其是中阶主管 手上会有一个预备金 他最后走的时候 他手上大概有 四级到六级的钱 没有结清 所以等于 他是消失了 捐款钱 还好不是他的保人 因为他进攻资要签保人 还好不是他保人 我跟你讲 他带走的钱 大概少说有十万块上下 可能还不止 因为一级的 这可能是个災难 对 一级的制作费 可能如果扣下他零铃当 他可能要超过 大概十一二万走 你真的是 你真的是 我衰到个极眼 我想说 满身十 对 我以为怀财不育 这件事情 我们都懂怀财不育的苦 所以你拿到机会 你要很珍惜 不是 他两集没讲 他可能在忙吧 可能在出国吧 你可能找不到他 我说我帮你找他 帮你找他 然后也是从那时候 我就找不到他了 所以后面的钱就是我讲 那等到后来 我们再跟其他朋友聊天 说那个同志 他去哪里 然后大家讲 他说你有 他跟我借十万 那时候他跟我借五万 他全部用小的 这边借 这边借 然后一笔 然后人就不见了 因为这件事 他有没有进步 我选四个朋友 好 选四个朋友 像海芬是固定行走 待会儿我们可以聊一聊 好 来 还有五十 你还是比这一组高 你要小心 好 好 五十 考量彼此交情 理性的拿捏尺度 再做决定 好准喔 开始会理性一点了 对 就是其实我们这一组 我们金牛也好 天蝎也好 我们都蛮理智的 但是这个事情 还是让你知道了 你的理智的程度 还是不够的 对 也许你为了交情 而帮了你的朋友 A 然后所以 以至于那个朋友B 对 就出事了 所以以后不认识 这个朋友B的情况下 就不要乱做决定 所以越来越理性了 恭喜你 但是他会就是 回头再想想 这个A的朋友 有没有问题吗 因为是A的朋友 介绍B 那A的朋友是不是 世人也不听 对 后来我有跟这个 因为这个A是我的朋友 可是这个是她的同学 这个同学 我跟你说最可怕 这个同学的角色 就很像佩杰 刚刚讲的 那个朋友的角色 这个女生 她极大成于一身 就是又会装可怜 又会装妖媚 又会装无辜 然后什么什么都会 大航很高 真的要学 真的要学 为什么要更不好 所以我跟上 我有些角色的设定 是来自于B同学 我在演戏的时候 把她拿来 当我抽屉的单元之一 是不是 所以我有提醒 我这个A朋友 就说 我们就是冤大头到极致了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 大家都已经老大不小 我们要学清楚认清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同学 你就算了吧 以后就这样吧 真理 他们刚刚讲 我个人的话就是 如果今天你是我的好朋友 我就是全心全意地对你好 然后不管你怎么样 就是你有任何困难 我都会愿意帮忙 我之前周围身边 一个很好的一个女朋友 她就是 我要怎么形容她呢 她就是家里 因为环境也不错 所以她其实有时候 买东西干嘛 其实都很大手大脚 而且她很大方 比如说你是她好朋友 她有时候买的 她不会只买一个 给她自己 她会买一样的东西 她跟你说 这是姐妹哦 这是姐妹用的哦 很多女孩很想撰 那你就会觉得 就很感动 想说她怎么那么热心 就是对你怎么会那么好 真的是把你当姐妹在看 因为其实我们也有时候 不太好意思拿人家的礼物 可是她就会一直这样 常常送你东西 所以你就会觉得 她环境也不错 然后状况都很好 所以你也不会相信 不会怀疑她有什么东西 然后有一次 她就是买了一台车子 然后她说她这台车子 她要用现金全部把它买 就是交易 她不要有车子贷款的问题 可是她还差15万 所以她说她要去信用贷款 我说才15万 你干嘛要信用贷款 她说你就不懂了 我们要常常跟银行 从小的贷款开始 慢慢累积你的信用 这样子银行会越贷越多给你 我说是这样 她说对 可是因为我也是听不懂 可是你就是按期还 就是因为信用贷款 你去贷 越是用信用贷 你没有一个东西 那当然第一个利息高一点点 对 那可是如果你 你都有按期还 你下次要再贷 它会让你越贷越多 等于你是在银行累积信用 那我听听 好像也对 那可是 我就说那你要贷15万 那你贷15万 你要分几年还 她说两年就好了 一个月才五六千块 缴不了多少钱 两年24个月我才借15万 所以其实这样加一加 付不了多少钱 我说对 还蛮便宜 她说你可以 我说保人 好啊 好危险的角色 好不酷 因为也想出现 她累还15万 因为不是那1500万 对 才15 好姐妹 对 而且又好姐妹 而且你又在想说 一个月也不过就六千 六千左右 她买东西随便买 都是上万的 怎么会看在这个六千块 所以自然就去帮她当保人 那当然前面她也都是 每个月有在讲 第五个月她就 应该是第五还是第六个月 她就不见了 她有两期没缴 第二期没缴的时候 我就接到银行的电话 好 银行就说 刘小姐吗 你是不是她的保人 我说对 她说她已经有两期没缴了 所以可能这就是 你要来帮她付 我说她两期没缴 她可能在忙吧 可能在出国吧 你可能找不到她 我说我帮你找她 我帮你找她 然后也是从那时候 我就找不到她了 所以后面的钱就是我缴 那等到后来我们 在跟其他朋友聊天 所以我说 那个同学 她去哪里 她说 你有 她跟我借十万 那个说她跟我借五万 她全部用小的 这边借 这边借 然后一笔 然后人就不借了 好聪明 是诈骗集团 我觉得对 这我就是情感诈骗 对 真的 而且她又不借多 对 她不是借多的 她借那种五万 十万 你会觉得 因为你为了这个 上法院也很麻烦 就想说自认高 那是不是有可能是 她给你的这些小礼物 就是她借钱借钱来 要做面子的时候 我觉得 她要换很大 可是她也花太长时间了 所以她在你身上 也是信用贷款 可是两三年 对 她在跟你信用贷款 对 好累 好厉害 她真的很累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有人价值观讲 花两三年时间 就为了那个十万块吗 她多的是时间 所以她还算几亿人都不知道 真的 好 所以在选择这一下 三百个十万 小套两条船 曝光 所以她们分手 那么 欣美姐跟珍丽是同一组 那你们就参考一下 还是要小心 因为你们还有八十 我现在应该讲说 我现在对钱这一块部分 我就是让我自己不要有钱 身上没有钱 你要跟我借 我也没有 她可以 她可以借食材呢 借食 她可以高利财哥两箱 但是也是很可观的 最高的 目前 目前现在就是主要 不要跟钱谈到关系 我还是很热心 是啦 我其实还是蛮热心 以及会觉得 那个只是个案啦 对 你们会觉得说 这个就是一不小心 时运不济 遇到坏人 也不要从此以后 就怀疑所有人 所以你们是属于 会求助代表对方很需要 你们同情心 比较旺盛 对 你们比较会为别人着想 对 也是很好解决 我们就自己控制 你自己身上不要放钱 对 没错 我现在就是用这个方法 但是万一 它是欺骗感情 或勒索你的 就是友情 那种 那种被欺骗的感觉 那个是永远在心里的 对 放钱后来说 这旁边去理一下 不 再怎么样都不要 再好的朋友 不要跟钱谈到有关系 可是现在下一章 就要告诉你们 什么样的星座 来 它是控制不了的 来 面对什么样的球员 我们会无法说不 好 那就是小柔跟佩杰 你们是开创新座 还有珍丽 你们这一群人 牡羊巨蟹天平摩羯 爱面子有没有 有 觉得自己很照有没有 对 可以瞧到国际事情的地方 不是姐 不是姐 姐无所不能 佩杰 需要男人来我瞧 我弄橘给你 真的 对 你们就是自以为大气 你们活该啊 佩杰想哭就哭啊 当场有什么狡猾下去啊 你在维持什么大气 然后回家脊椎直不起 假装大气 对不对 好煩喔 你们气就气啊 恨就恨啊 都内伤了 太爱面子了 对 然后硬撑硬瞧 结果有比较好吗 没有 民生 对啦 那个知道你的人 他就是来伤害你的人 对 对不对 所以你们的专业能力 你们的意气 请用对地方 真好 好 那接下来 我就要谴责一下 变动星座了 笑脸 对 你真的要让我知道 我真的 有好多东西 是无法说不 你真的让我 真的 而且我觉得 雙子 我现在 我还 来 双子处女 射手双鱼 你们是害怕别人不好意思 还主动帮更多 嗯 这是一种病了 我觉得 热心多度啊 没有人家来帮 人家来求助 他就会觉得 如果是我 我去跟人家求助 是多么没有面子的事 所以我们不要 让别人没有面子 我先拿钱给你 还要帮更多 我跟你讲 所以变动星座一不小心 就会被人家认为 是你过度鸡婆 或你想探秘 或者是你是不是出于好奇 就会想 你会滾动出非常多的人性黑暗面 对 所以变成我们帮人家 其实人家会说 谁叫你 对 不会觉得说我们很益气 对 那有时候 鸡婆跟益气差很多 不一样 对 有时候就会变成好像 的确那个帮忙 就慢慢就会变直了 变位了 不纯粹了 所以我们是益气嘛 她是鸡婆嘛 是鸡婆 你们在后面 你在后面 一直说起 她在后面美化一下 她还说 她的特性 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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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气用事 来 那我们固定星座 金牛 狮子 天蝎 水瓶 老师说 我们这一组的人 很清楚 我们不要惹或伤身 比较好 所以我们倾向于 比较理性 我说真的 所以面对球员 我无法说不的原因 是因为 我们真的 会不好意思 或不敢不 如果 那是一个 让我们会不好意思的事 就是 好啦 好啦 我 怎么说呢 我们也会觉得 你应该会不好意思吧 可是 你都来 对 我赚的钱也比较多 好吧 我能力也比较强 好吧 那我就帮你一下 对 是一种不好意思 真的 能力强 还不帮能力弱的人 说不过去 人家会怎么说我 就很怕被社会谴责而已 是 怕被社会谴责 谁会知道 你就赚那么多 然后比如说你说 那你助理一个月只给他一万八 你就觉得 好啦 那我给你加到四万 他别人说 你四神经病给他四万 对 自己会担心吗 是 我们怕被社会谴责 我们 跟不好意思推拒 但其实我们心里也会觉得怪怪的 非心非故 为什么 或者是我钱我也是自己辛苦赚 为什么我要替你争取权益 或者是 我自己都不求人 我跟你讲 固定星座的优点就是 我们不会随便跟人家要求什么 真的 我们都是自己扛 所以我们遇到来叫我们帮你扛的 我们也会想说 为什么你不懂得自己扛 为什么你要把自己搞成这个地步 对 可是你都来了 那我能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也就帮了 但是我们心里其实是会murmur的 对 然后已经会很 但是还是帮 是 可是还是会帮 就是那个 斟酌 斟酌 会斟酌一下 所以如果一个固定星座 愿意热心肠 我说真的 第一 要不然它很单纯 要不然它很大气 你要好好珍惜 真的 真的 就是单纯跟大气 等一下 我是单纯 你是大气 我不要 真的 我要当当唇 当唇脸 这不是傻子 所以你要我们帮忙 第一个 你要懂规矩 或者是说时间到 你跟我们借 譬如说二十万好了 你说半年 就最好是半年 对 你如果半年不 我告诉你 我们对你也死了这条心 对 你就是超过了 我们此后也觉得 你这个人信用不好 那你就失去了 我们这个朋友了 好 那是你的损失 真的是你的损失 真的 好不好 记取教训 好 其他星座的 什么功德 什么功德 变刀星座 好不好 拜託 多跟我们学习 好 记取教训 不要重蹈覆车 要犯了 你的灾难 你的鸡婆永远在那里 对 好不好 好 大家加油了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老师 好 你看 有什么事 不会再来 找到 要 有什么事 你 没见到 阿皙 有什么事 你 zus